原来这就是纪录园的强度吗 众所周知 自从上次玩纪录园被折磨一个下午之后呢 我就没有怎么玩过纪录园了 但是呢 最近观战了一些大神的纪录园 在讲挨打之后呢 我发现我之前的打法 那都是共免负的老打法 现在纪录园玩的都是风电机 风交互 没错 纪录园虽然追击弱了点 但他控场能力强 你看我开局 虽然在这儿佣兵啊 但其他的电机我也能偶尔冲一下 对于其他情况来说 那就很难的了 好了 打一刀算了 这个东西太难追了 先把祭司赶走 打残佣兵之后呢 其实就不用追了 可以开始干扰其他人电机了 就追这个条尸吧 不跟他多BB啊 直接闪现破箱 我这 呃 没关系 记录圆嘛 打的是雾气控场 前期空一个闪现完全可以接受 条尸放香水 先虚晃一刀 你这也敢回啊 可以啊 这波不仅骗了个香水 还把飞轮骗出来了 先给他记录一下 翻版是吧 就怕你不放 他不知道我开了一阶之后会封板子吗 这波就很舒服了 痛一下看待人电机之后再挂人 这边有耳鸣啊 应该是祭司来救 用兵兰 那不好意思啊 这波双刀我就 居然是条香兵 那没事了 打出条尸博敏啊 这波机会还是很大的 他要修电机 我直接给你退了 修机是不能让你们修机了 你看 这就是祭如人的控场能力啊 开了一阶之后呢 只要被记录到交户 然后就能封住电机10秒钟 10秒啊 这使徒浪费之猫也不够封10秒电机啊 再控一下祭司电机啊 他应该是要来救人了 先把这个破冲给他翻掉 然后再直接一刀给他救 可以 只要电机压好前 淘汰一个 那这把就有机会 傭兵甚至过来死保 我这波本来是想抬板子的 但是没让 这个熟练度确实有点欠缺啊 看见还要搞事情 哎呀你有点过分啊 算了直接闪一秒啊 免得夜长梦多啊 好成功挂飞条件事 那么接下来就是控制最后一台电机了 看到没 这就是记录员的 手电机能力 我是小姐好 这波一定要裹断 只要有人上挂 求生者阶段直接炸裂 我是孙刚牛萨 啊这个 没关系 区区空翼两个闪见 完全小二哥 要时刻记住 记录员玩的是控场 闪现嘛 就当给大伙住住心啦 好 终于进入我们最期待的开门杖环节了 先排一下他们的位置啊 好的 傭兵祭司在这边 那看他肯定就在对面开门啊 直接封门 哎呀 投铁开 那就快开好了 直接回收封门 顺便给他退回去 我让你投铁开 你赶开 我就继续记录 记录完继续退 小伙子跟我玩 好 他直接过来挑衅我了 没事啊 随便追一下 能打到最好 打不到呢 就不管他了 直接传松打门 哎你看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这一刀斩马上结束了 但是这把游戏呢 我算是玩出点心得了 一把平局 换实战的经验 完全不亏 对面门开了 不过看他们这个样子 是不想平局是吧 那你们今天一个都别下炮 不用犹豫啊 能拿到就直接拿 傭兵你看到救人是吧 那我就打你 没道具还敢跟我批 看探员也来送了 还想开门 一个都别想跑 丢磁铁丝吧你 祭司看了大栋 过来摸傭兵啊 先挂傭兵 这不离门有点近 不过问题不大 跑得出去再说 把看探员牵过来啊 给他们一点希望 看探员十有八九呢 会自愈 没事的 我打谁都不亏 再打一个双刀 小伙子 你不以为 你能顶着小伙兵出去吧 哎呦 还牵得差点 你们俩给出去了啊 逛回来 再把看探员逛了 看到祭司的位置了 嘿嘿 三人开门战 打到四抓 这就是窩瓜 这就是纪录园 溜啦溜啦